在當地時間,星期一,阿蘭大那裏 有個媽媽載著小寶寶在後座位 在路中行駛之中,遇到前面有槍戰 結果她六個月大的寶寶被人開槍打中 事後死亡 一個這麼簡單,駕駛車出去買東西 損失了一個寶寶 我相信這個媽媽會非常傷心 可惜,在阿蘭大這個城市 這件事是今年的第三單 在1月12日,有個一歲大的小孩子 小孩子就發現死了 原因是她找到一枝沒有管好的槍 結果打死了一歲大的小孩子 現在她媽媽又被告是2nd degree murder 這個悲劇之中再加個悲劇上去 另外在星期三 應該是上個星期三 一個五歲大的,亦都在人互相開槍之間 被子彈撈彈所傷 幸好她現在在一個穩定的情況之下 這個不是單獨的例子 在這裏我給大家看看 直至由2022年1月1日開始 到1月25日 25日 在美國死於槍下的人數是2855 如果按照這個比例繼續發展下去 1月份將會最少有3500人死在槍下 其中到目前為止 1月25日為止 是有1,205人被謀殺 另外是有1,650人自殺 另外如果我們看看 所謂的mass shooting 即是一次過有4個人受害 包括傷或死 今年25日只有27宗 即是平均來說 每日都有一宗多些 另外我們再看看 就是目前的形勢 疫情形勢 美國現在總共死了89萬1千多人 受到感染的有7,290萬 每375人之中 有1個死於新冠疫情 每5個人之中 有1個感染到新冠病毒 有人說 這些是自由的代價 我絕對不同意 自由不包括你可以自由被殺死 自由不是自己生命都不可以控制在自己手上 這個不是自由的代價 這個是無能的政府的代價 這個是政府被人收買之後 政客被人收買之後 不會再照顧人民安全的結果 一個好的政府 不應該容許這麼多市民 每年這麼多市民 死於槍械 而無法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不是今年的事 亦都不是去年開始的事 這件事已經開始了很久很久 最少十年以上 但是十年來 美國政府換完一屆又一屆 美國人民的生命 繼續一年一年 死在各種各樣的槍械問題之中 今次這兩年多了一批 死在疫情之中 記得大約是在 2020年10月左右 美國因為新冠疫情 死了22萬人左右 當時的美國總統候選人 拜登先生 就說當有22萬個市民死於這個 新冠之中 這個總統不應該再是總統了 他說得很對 這麼無能的人 不可以再做美國總統 不過去到2021年 在拜登先生成為美國總統之後 美國死在新冠之中的人 將近六十萬 六十多萬人 在他的總統任期已經死了 好了 還有三年 到底還有多少人會死呢 我們現在未知 我不知道 今年美國的中期大選的時候 民主黨會輸成怎樣 但肯定 我相信民主黨 在眾議院和參議院 都將會失去控制權 因為今年他們的控制權已經非常問 所以在今年中期大選之後 轉失了兩院的控制權 絕對不出奇 在這種情況之下 拜登將會更加成為一個 跛腳鴨的總統 他甚麼都做不到 於是 美國再過兩年 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 接著去到2024年再大選 無論是誰上場 隨時出現去年的情況 對上一天不滿意 於是找了另一個上來 結果一樣是不滿意後悔 再換一個上來 繼續不滿意後悔 於是每四年換一個政府 每四年換一個政府 但是一直 所有的社會問題都解決不了 這個不是自由的代價 這是一個已經失效的政制代價 為甚麼會失效 很簡單的原因 因為政客只可以任期有限 在這段時間之內 一些長遠需要時間去推行政策 沒有辦法推行 而兩黨已經做了一個 互相之間制抓的政治制度 所有建議出來 可以拖就拖 可以阻就阻 沒有辦法推進任何有效的東西 這個不是真正的民主 這個只是用選舉辦法 產生政府的惡果 這個惡果我看不到任何情況之下 可以脫離 最終的可能性 就是美國的美元不再受世界的信任 因此美國的美元突然間有一個超級的通脹 這個超級通脹 引致美國有錢人會帶他們的身家 性命財產離開美國 帶走了美國大部分的財產 可能走的人不是很多 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但這批人帶走的財富 是美國的大部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整個美國就會進入第三世界國家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是會非常非常之快的 以往 沒有互聯網 沒有這麼先進的科技之前 這些發生可能說 用燃料作單位 可能一年兩年 但是 我相信現在這件事發生 說的時間 是用禮拜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 就會完結 我真的不知道 美國現在在民間 這麼多槍械 這些槍擊事件 不停地發生 為什麼美國人還可以容許 他們政府繼續不作為呢 這個不是民主的代價 這個不是自由的代價 這個是人民給一些人 洗腦之後的代價 這個是無能政府的代價 中國人深受其苦 過去幾百年我們被欺負 原因就是我們政府無能 想不到今天這件事又發生在西方 目前來說 美國的高層仍然把注意力放在烏克蘭 那裏認為俄羅斯會入侵烏克蘭 顧一下自己家裏的事 好過他撩起世界的爭端 他們的政府在過去 只是在九月一事件之後 所產生的全世界的災難痛苦 已經數以百萬計 現在是時候停止這些惡行 是時候美國人民對他們的政府 真的做一些監督 能不能做到呢 我沒有什麼期望 我絕對不樂觀